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北斩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全美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邹志强 志强你好 马台长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始于新加坡 后来在香港会谈开启了关于两岸关系及其未来发展的一个共识 今年是92共识30周年 志强您对92共识到今天有什么看法吗 92共识它起源于1992年 大陆的海协会跟台湾海基会 在香港还有新加坡这些地方展开双边的会谈 当初是由孤政府还有汪道涵 就是孤汪两老代表两岸 也就是所谓的孤汪会谈 那这个会议的内容后来因为经过这些寒电往来呢 那双方都同意在事务上这一方面可以继续这个非政治性的协商 然后继续讨论 但是形成双方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这个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共识 那这个共识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这个九二共识了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九二共识 这个国共两党领导人才能够在2005年 在4月的时候举行过一次这个历史性的这个胡联会 那这个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和这个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会谈这个新闻公报 那两党也决定这个促进这个两岸展开这个全面性的这个经济合作 建立这个密切的这个经贸 还包括这个全面的还有直接的双向这个三通 要执行这个三通 开放海空直航 还有这个加强投资跟贸易的保障 进行逾越的这些合作等等 而且双方还建立了这个反对台独 坚持九二共识的这个共同这个政治基础 也就达成了促进两岸之间关系这个和平发展的共同的这个愿景 更为后来这个两岸的关系 这个和平发展也取得这个重大性的这个突破 还有这个坚定的这个坚持立场 但是这个三通一直都没有被落实 后来因为陈瑞典上来没有落实 一直等到马英九在2008年开始执政的时候 这个台湾才积极的这个依据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 宣称这个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在相互承认九二共识的这个政治基础平台上面 开始实现了这个真正的所谓的两岸大交流 大合作 那两岸当然在2008年之后 6月马上就恢复三通了 这个恢复这个两会制度性的协商 也先后达成像当今的这个F卡 还有等等23项这个协议 那两岸这个经贸这个贸易额 也就达到了这个全所未有的千亿美元的这个高度 那甚至在2015年11月 在新加坡也实现了这个所谓的喜马会 两岸领导人在这个新加坡有这个见面 所以说没有这个九二共识的基础 这一切是不可以想象的了 但也是不可能达成的了 所以说九二共识 其实就是两岸的这个双方处理关系的一些智慧的这个精品 但是自从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后 这个民营党又全面这个掌握这些 那他就完全这个否认这个 还有废除这个九二共识 他这个他全力的往这个文化 教育还有社会 还有这个法理台独的路线上的迈进 不但不承认九二共识 而且不承认一中 剩下的就是谁要法理台独了 不敢宣告而已了 那蔡英文大概也 大家也都看出来 他现在完全就心甘情愿的被人 愿意被人当枪使 做这个反中的这个马全竹 他也全盘这个丢弃了九二共识 也完全拒绝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呼吁 那相当于这个民进党的反中 中国国民党这个两岸的论述 也开始有意搁置 或者是放弃九二共识 可是如果国民党一旦放弃九二共识 也会对国共关系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两岸关系产生严重的不利 但是这个搁置或放弃九二共识 更严重的是 更严重可怕的是 国民党现在目前对两岸的关系 的这个发展的思维 变得更为消极 而且还强硬 对大陆的态度不再积极 也不是开始也不是很有善 甚至提出一些让大陆难以接受的一些政治议题 不仅要搁置九二共识 而且还强烈的反对 一国两制 不再这个明确的论及追求统一 一切都是以政党利益 还有谋求在岛内的生存发展 放弃在岛内政治发展 最具优势的两岸牌 还有反毒牌 那国民党应该知道说台海和平最大的威胁就是台独 可是却对民进党的台独分裂活动 没有办法去进行有利的这个反对和喝制 那当年国民党也开始逐步走向这个对大陆这些负方面的负面一些思维 而且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开始有对抗那种感觉 逐渐的走向这个不同之路 也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这个两岸统一的这个追求 可是大陆到今天还仍然是跟台湾呼吁 两岸还是要依据这个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的这个精神和原则 来共同商议两岸的和平统一 在当前这个两岸局势 无论这个台湾政治形势发展什么样的变化 大陆始终是坚持九二共识 作为这个跟台湾各政党交往这个的基础 还有前提 那从这个九二共识 1992年问世到今天已经有30周年了 那九二共识的达成意义当然很重大了 它为两岸这个交往奠定的坚实的政治基础 也是因为有这个九二共识 才能够此后两岸这个发展的关系 才能够全面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多年来这个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上 的确是发生会发挥很重要的这个积极作用 也就是也可以说 就是即使目前这个双方的局势很紧张 但是将来要缓慢两方的集市的话 还有打开打破两岸的僵局的话 九二共识还是这个不二法门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宣布参选 桃源市长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事件 国民党的前主席立委江启臣被问到相关问题时 指出所有人的目标其实都是相同的 就是国民党要赢 强调只要目标一句 大家都可以谈 志强现在江启臣在国民党当中的影响力还在吗 目前国民党很多 里面一些很多新人 都喜欢找这个江启臣 还有这个中广董事长赵超康来站台 反而很少跟国民党的党主席 苏立人的合体 所以说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说 江启臣的影响力有多大 而是朱立伦的声望 他越来越低 这个也是国民党的危机 随着朱立伦担任党主席 这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原本国民党就有 一个什么 在台湾说起来 就等于说两万路线 违背主流民意 还有高层不能团结 这些因素 现在又多了一个因素 就是选民讨厌朱立伦 这个问题还相当严重 朱立伦当上党主席之后 已经有六项选举失利 台湾的民调 TVBS也针对全国的13位政治人物进行过民调 这个朱立伦是敬陪莫作 满意度只有21% 不满意度去高达61% 那朱立伦给人家的印象 就是私心太重 全谋 算计 却缺乏领导的魅力 他这种个性其实要改变 让老板要改变对他这个看法也很难 这次国民党台北市市议员罗志强 本来他在2号想要宣布 要参选淘湾市市长 我们好像在过去 我们也谈过 这个罗志强那时候想要参选台北市市长 这个议题 可是他却接到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来电劝退 并且批评说 他很弱 民调很差 那台北市的市议员 有一个叫徐晓星的 就爆料 他说朱立伦对这个罗志强 在电话里面直接讲他 说不管你民调有多强 我都不会提名你 我就是不要你 这些话说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 那所以然而这个罗志强 不管朱立伦怎么说 他在6号上午还是召开了记者会 正式宣布投入桃源市的市长这个选举 而且他也辞去国民党这个副民主席的职位 确定参选 但是他也说他除了坚定参选这个党内这个提名机制外 最后他对结果会予以尊重 这主要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 因为有人怀疑说他会不会用党外人士来参选 他说他不会 那对此中广董事长赵超康也说了 他说参选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不能剥夺任何人参选的权利 那罗志强既然要参选 这是他的权利 没有人能够阻挡 这句话其实就有点打脸这个朱立伦 那桃源市市长选举在年底会举行 那国民党的人选当然到目前还没有决定 那这个罗志强宣布投入战局之后 目前这个有几位像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吕毅林 还有鲁明哲 还有万美林 都有意要参选 所以说至于桃源这个选战 国民党是打算处理的方式 可能不会用正式出选的方式 但是会进行内部参考民调 把他们这三位 刚刚讲的三位立委 加上罗日强 一起来做民调 最后一波民调 在五月左右会做决定 到时候谁来参选 台湾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 因在内部会议当中 标骂党内人士是狗 4月10号在脸书上发文致骗 称自己的不当发言 造成了对同志的伤害 志强能介绍一下详细情况吗 这件事其实也很离谱 柯文哲这个嘴巴 嘴巴坏 这也不是第一天的事情 他常常失言 这次算是很严重的失言 那这个事情 主要是因为民众党 他的苗栗县的第一选区的 议员参选人 遭到民众党的中平会 任命提名过程有问题 所以说建议撤销提名 这件事导致贺文哲的不满 并且怪罪 为什么要彻查什么呢 然后他在内部会议里面 就标骂中平会的主委 立委赖湘林 办公室的主任林树辉 谁家的狗啊 自己回去管好 那中平会本来就是一个 应该实行独立行政的职权 处理检举案 现在竟然出现 堂堂的党主席 来呛自家的党员 是狗 这种荒腔轴板那种景象 那一个党的党主席 用狗来批评这个党的中平会主委 这不但是藐视这个党内的民主 连最基本的这个 对人的这个尊重都没有 那贺文哲 而且他还拒绝在第一个时间 公开道歉 一直到社会强烈的反弹 还有民进党的立委要求下 才在这个脸书上发文 说这个两天来相关这个报道 轩然夸大了指控 伤害党的形象 自己非常的道歉 他文中也提到 这个台湾的民众党的成立 希望是带来新的这个政治文化 但这个年仅只有两年的 这个办的小党 还不时的是被打趴了 那对此民进党这个立委 蔡碧如也说 这个朝野政治政党协商人 人选难免口出恶言 民众党只是一个 还在磨合的小党 让请大家更关注一些 国民党还有民进党的动向 所以说也可见这个 在抱歉中 在这个贺文哲 他还是在辩解 他自己常常被呛 那他的亲信立委这个蔡碧如 也跟着护航 那这个赫蔡这个作为民进党的 核心人物的指标 都在为自己这个不当这个言论 来合理化 显然这个道歉 只是这个迫于这个形势 而不是真正的这个真心的道歉 那这个民进党像他这标党 标榜他这个新政治 还有公开透明的 在检验别人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最高的这个道德标准 但是柯文哲这次的频繁失言 早就让很多的党员失望 而且每次失言 就像小孩子一样撒娇不认错 从政到现在都是靠这个嘴炮 跟动怒来博取这个政治这个声量 可是他从来没有去检讨 民进党的这个制度 还有自己的言行 那被辱骂的人 这个当事人这个赖湘宁 他这两天也表示 这个柯文哲已经亲自打电话 跟他道歉 他也在电话上提醒这个柯文哲 这个主席一定要谨慎发言 也要对党内这个制度性的运作 要互相尊重 国民党的立委蒋万安 抛出了中正纪念堂 转型升级为台湾建设纪念馆方案 国民党的内部意见是不一的 国民党的立委林维州认为很好 可以让中正纪念堂 变成中性的纪念馆 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忠则认为 说转型或改名 会没收许多人的美好记忆 志强你怎么看呢 这蒋万安这个人为了竞选台北市市长 然后他又因为个人 他身为蒋家包袱而说出这些话 反而让别人的感觉 他好像是在配合民营党讲话 那根据了解 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他只跟自己的一些幕僚商量过 可是却没有跟国民党的人士沟通过 他讲出这句话 让很多很多深蓝的人非常不满 我这两天跟一些人聊天 有几个人甚至说都是一些深蓝的 他更是不用选了 讲这些话就不用选了 他们都质疑蒋万安 难道连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祖父都不认同吗 而且再怎么样 尊重自己的家人是天经地义的 那大众的非议也应该也不会太多 那他说这些话 一方面得罪了深蓝 而且又没有争取到深蓝 中间那一块也不见得 也是模糊了 整体而言对他并没有任何的加分的效果 我真不懂他这是什么样的选举策略 反而似乎是对民进党的转型正义的政策加分 那这些讲这些话他是在8号说的 那他在11号的时候 接着又说 这有点就是说 来这个解释一下 说什么呢 他说不希望这个议题被操作 作为这个社会对立的跟仇恨 而且他这次还特别强调 两位讲的这个贡献不容抹灭 并且强调要以台湾建设纪念馆来纪念过去 所有台湾民众对这块土地付出的贡献 纪念过去70年的各个族群 这句话就是又是有语弊啊 怎么说呢 他为了选举来剖析的核心的价值 只谈到台湾 只纪念70年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付出人 那70年以前呢 是否也又意味着切除国民党在1949以前的历史呢 这个跟国民党当局现在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 那所以台湾这个宋文学校 这个总校长的张雅中就说嘛 他说讲万安现在这是个人的看法 他没有代表绝大多数人 这个台湾人 他也说这个中任纪念堂的存在 已经是台湾不同世代的共同记忆 就像我们从小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个中任纪念堂 这已经很久很多年 这是每一个世代 大家都对中任纪念堂是有感觉的 甚至有感情的 既然是公共财 那对蒋中正 也就对于台湾的付出还有贡献 这种象征 这种记录 不是一家一党的事 蒋万安有他的意见跟看法 可是他没有代表 没有办法代表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那这个是张雅中认为 张雅中认为应该是以民意为依规 这个中任纪念堂或者要转型 或者是要更名 等于是没收了很多人的美好记忆 如果要成立台湾建设纪念馆的话 你可以去另外找一个地点 而不是轻易把一个纪念堂 另外改一个纪念馆 这个国民党从台湾当局丢掉了 到台北市政府 现在都沦为在野党 这个民进党 而且当局一再的企图 用促转会来推中正经验堂 转型为反省 反省权威历史公园 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 及亲友涉嫌洗钱案 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八号 在开庭辩论 陈志忠说 虎毒不食子 相信妈妈无数针 不会害自己 所以提供账户供其使用 他的老婆黄瑞亮 则感旱说 为人媳妇有无奈之处 陈志忠夫妻都请求法官判无罪 秦莫审判长告知说 在7月15号的上午10点会宣判 志强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吗 这个陈水扁的案子 拖了针够久 已经至少经过12年了 到今天这个审判还没有结束 从2012年台湾最高法院撤销 发回跟二审洗钱案这个部分 包括吴淑珍被诉 在南港展览馆涉嫌洗钱 陈志忠夫妇也被控诉 基要废案洗钱 还有陈志忠夫妇提供账户 给吴淑珍涉犯洗钱罪 这次法定所要判的就是吴淑珍利用儿子 陈志忠夫妻洗钱的事 吴淑珍被控用儿媳 海外账户把台湾贪污的所得 钱洗到海外 但是受到调查的时候 陈志忠夫这两天在庭上就说 他说这些钱 是他黄月圈娘家的财产 过去他说过这样 最近他又改口辩称 他说这些钱是娘家资金 这些虽然是娘家资金 但是是妈妈的要求 是妈妈的理财方式 也就是吴淑珍利财方式 现在不说是娘家的财产 是妈妈的钱 妈妈的要求 他小时候就是这样 这都是家里的钱 不觉得有益 而且他认为说虎毒不食指 妈妈绝对不会害他 那这个律师也帮他说话 就是说这个陈志忠 从小就看到家人在数钱 这是成长的经验 这是听起来也是很诡异 那陈志忠他扬言 说当年这个机要费 等案在起诉的时候 他跟他妻子在美国读书 那陈志忠说 这个是蓝绿历史工业的钱 他说他当时 当时如果知道这是不合理的要求的话 知道这个钱是犯对所得的话 就算是他妈妈要求 他也不会帮忙 就说 说自己这几年来受到折磨还有煎熬 有说不出的痛苦 他也说 那个审判长也问他说 开户的时候你知道吗 那他老婆就说 他沉默了很久就说 大家都认为他是高级分子 开户的时候会看清楚 他事实上不是这样 他说他是媳妇 个人都没看清楚 叫他牵制他要牵制 那陈志忠他这家庭 在95年就在国泰四华银行 有租列保险室 存了7亿多个现金 陈志忠他应该还记得 那个时候带他妻子 两次去这个银行里面去炫耀家里 很有钱 带他老婆去国泰保管室去看 看这些钱 一次还不够还去两次 那这些事他怎么都不记得了 现在就等这个审判 那台湾当局这个行政机关 遇到扁案就软脚 应该维持司法尊严的蔡英文 却保持沉默 这一次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这个7月法院的判决 是否公平公正 好的 谢谢志强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马台长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